大家好,今天我做餃子 餃子是我拿手的 我在香港都經常做 因為我覺得餃子是非常好吃的 所以我自己學會包餃子後 我就常常包餃子 所以來到這裡,我會照樣做這件事 包餃子的材料非常簡單 三件事 第一,免治瘦肉 這個我在Woo Worth買的 8元一盒 我買一個極度瘦的 只有5%的脂肪 通常有些人喜歡餃子 最好咬下去有一點肥 就好吃 不過我們喜歡吃瘦的 所以我會買極瘦的 這個在Woo Worth買的 水餃皮 圓形的,這是水餃皮 兩個狗一包,有30塊 然後呢 這個韭菜 韭菜,如果你想買得漂亮的韭菜 就一定在街市買了 在Woo Worth, Supermarket 或者是Cose 都買不到這些這麼漂亮 通常是很細合 和很幼 不像亞洲款式的韭菜 所以我兒子Woo Worth買了這麼大 兩元一盒 我都不會用完的 我會留三分一 因為我兒子喜歡吃韭菜炒蛋 所以我會留三分一 用來炒韭菜 炒蛋 弄三分二,我就會剁小它 好,現在我先剁小韭菜 切韭菜之前 首先我們可以把這些面子豬肉 先放在盤子裡 因為可以一起醃 這裡有500克的瘦肉 我就不會用完 因為我們就比較 不是吃那麼多肉 所以我們會用一部分 大約用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的瘦肉 300克 放到瘦肉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韭菜剁了 整齊一點 切的時候就會容易很多 然後我們就可以醃了 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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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餡料 有幾樣 這三樣都是我的膽 所以我一定會放 這三樣可以視乎你的情況 你喜歡可以放 或者不喜歡就不放 這三樣都可以 這三樣 包括什麼呢 蘑菇 即是蒜粉 會比較香 少許 然後就是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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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許 還有就是 薑 薑 薑 除了這三樣 我還會放 一般家庭主要用的醃料四寶 醃料四寶 豆粉 豆粉是令肉滑 所以可以放大約兩茶匙 糖 我也是放 二有二分一茶匙 或者三茶匙 豉油 大一點的湯匙 然後 這個就是花雕酒 好 然後把它拌勻 最好把韭菜拌勻 和肉拌勻 否則只有韭菜黏在碗邊 就變成 你拌餡的時候 那些餡就不可以 就是 雲巡有肉有菜了 好了 我們大概醃它15分鐘 15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來包餃子 好了 肉就醃了15分鐘了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 就包了 水餃皮 圓形的 打開裡面一打 30塊 就先拿一塊出來 包餃子前 我們準備幾樣東西 包括一隻碟 我通常會放一塊保鮮紙上去 然後倒一些粟粉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放在這裡一會 它就會黏著 所以我會用這個保鮮紙 放在上面 變得它黏著的時候 不會黏著碟 而且撕出來會容易 不會爛 所以我就會這樣 而粉呢 也有一個效果 就是讓它不要黏著 另外呢 我還有一碟仔水 這個呢 就是方便你一會兒 埋口的時候用的 這個粉呢 就是隨時準備好 不夠呢 我就再加了 因為它們餃子與餃子中間 其實都需要一些粉 讓它們不要黏在一起 好了 現在開始了 那我就會把它塗一些餡 在中間 其實呢 每個人都有很多不同的 自己包餃子的雜性 有些人包到它漿糊糊的 我呢 就不會滑太多 因為呢 我們不需要一碟的 都是肉的 我們喜歡吃餃子 好了 這樣之後呢 就將它 在你包之前 蘸一點水 一個半圓 蓋住它 有些人呢 包很多種方法的 有些人呢 就這樣叫做OK 這樣可以是其中一個方法 有些人呢 就像我這樣呢 我就會把它摺 摺成花的 然後呢 就這樣 這個是第二種方法 那也有第三種方法 就是這樣了 我再包一下 點點水 一半 那它們呢 就會是怎樣的呢 就會是 第三種方法 先這樣按一下 然後這裡呢 它就會這樣摺上來 這裡呢 又摺上來 摺上來之後呢 它就會這樣 把它呢 這裡呢 覆上去 變成一個 笑口餃 這個樣子呢 是不是比較漂亮 各有各喜歡 其實吃進口都是那個味道 只是看看你 要什麼賣相 我平時呢 通常都是那隻 第一 就是剛才我做的那個開花 我做了這款的 因為我一做就 我做得很快 我半個小時呢 就可以包到三十隻 其實都很久了 半個小時就包到三十隻 人家快的那些呢 以前在那些 全灣店有一間呢 專門是做 雲吞餃子 哇 人家的那支 快得 我再示範多一次 第二款 這款 中間按緊 然後 翻上來 這樣 這裡又翻上來 然後呢 用手指 將它向後按 這樣就會好看 然後就排了 不同款式排一 這樣排 大概最多簡單的 影片需要很久 就是要記得 做小i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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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餃子就包起了,30隻 用了15分鐘時間 其實不是很難包,你也可以試一下 材料又簡單 因為我看到有多餡料 所以我用這隻雲吞皮包起來,不要浪費 雲吞皮是用來包雲吞的 應該是蝦餡 不要浪費 四方形的雲吞皮 其實都是一樣的包法 如果要正宗的雲吞,可以將它變成蝦肉和豬肉 方法非常簡單 三角形 又是剛才的方法一樣 這樣摺摺摺 這樣就另一款 可以煽用餡料 就不用浪費了 包多隻 示範給大家看 做一個三角形 然後由這邊開始摺 就是這樣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非常容易 就是這樣 包完當然要煮來吃 所以我們會拾餃子 煮滾水 煮滾水 全部都放進去 我這個火是中大火的 然後就讓它煮 煮十分鐘 基本上十分鐘之後 已經煮熟了 我們就把麵煮熟了 攪拌一下 讓它不要黏底 現在再等它滾 在這個時間 你可以蓋上蓋 但是要留意 因為它們一滾上來 就會蛤 所以我會拌開 也要不時看著它 好了,十分鐘過了 熟了 我們就把麵煮熟了 熟了 好,煮熟了當然要試吃 那我來試一下 看看好不好吃 先夾给它看看 这个就是笑口的饺子 这样包裹,我认得出 好,先看看 热热,什么都还没碰 对,需要什么调味 我提到不用碰 因为味道刚好 对我来说已经好了 嗯,皮很滑 嗯,棒 多少葱 多少韭菜 多少韭菜 嗯,好吃 正 嗯,熟了 里面熟了,完全可以 芭菜